我們都說在學校裏面不僅僅是讀書的 本身我們是要培養學生有頑強的意志 還要有堅強的看法 有一個非常好的身體素質 這個就是為學生未來的發展 或者終身發展去奠基 我覺得參加雲山跑 我們的目的其實 不是為了出好的成績 我自己覺得目的是有幾個 一個就是凝聚學生的愛後精神 因為這是我們慶祝後勁的活動 所以我們今天拍攝都特意選了紅花背景 就是為了達出我們愛後的一個教育 第二個目的其實都想同學們喜歡運動 運動對人是很重要的 就不是為了比賽 這是第二用 第三其實都是給同學們一個衝學的回憶 因為有時讀書都要出來 看看社會 我們雲山跑不是學校裏面 也是相當走出破童的活動 其實都是很有價值的 首先今年最大的變化就是 因為疫情推遲了 時間上面剛剛好是清明節前後 這段時間通常都是雨天 所以大家看看後面 我們都有很多帳篷 不同的就是 器材比往年多了一大貨車 今早我們很早已經和同事上來佈置好場地 競爭環山跑由第一屆開始 對比今屆的話 我們從來都未試過擺這麼多帳篷 這個帳篷比夏運會更多 剛剛這個防疫結束之後 我們中學部有七八成的同學 都是陽性感染過 所以進行環山跑這麼劇烈的運動 甚至是要計時的達標 我們就擔心同學們在這個情況下 那個身體機能的準備不足夠 看到我們在上面 我們專門和這個紅十字會 做了一個聯繫 以往我們沒有這個要求的 見到同學在兩個星期的試驗完之後 能夠難得有一次出來戶外活動的機會 所以我見到同學都精神逆逆 精神很飽滿 也都是全力以赴的作賽 無論成敗與好 我們的身心 我們的健康也都得到一次的提升 能夠到戶外呼吸新鮮的空氣 所以整體我覺得我們的同學 其實不論運動員 甚至我們的觀眾 在一個大自然的環境 都能夠上一節很好的運動課 正如你剛才所講 今天的天氣 在這一週的天氣余報裡面 都是比較不穩定的 幸好天公做美 同學都可以在我們這個 從山上能夠笑逐開眼 能夠盡情享受陽光下的體育運動比賽 我覺得今次這個環山比賽 同學是既興奮 亦都是期待 亦都是非常之樂在其中 我們資源有限 但我們都很盡力去開拓更多的運動和體育的機會 例如最近會開展的班制籃球賽 然後一些級組組組織一些 例如飛盤的競技活動 希望能夠提升同學對運動的機會 以及提升樂趣 至於校園開放 確實我們都很希望盡量去善用這些場地 讓同學可以活動一下 預約的情況 又未至於爆滿 但見到都是積極的 特別我見到是初中的男同學都比較踴躍些 特別是籃球場的使用率都很高 我都很希望能夠見到更多女同學 甚至高中的同學 可以多些去利用這個空間 如果能夠輕度地活動下 相信對同學的健康一定是有好處的